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属猪人的全年每月运势 属猪人2023年下半年整体运势 进入2023年的下半年 属猪人整体表现不太乐观 很难得到贵人帮助 无法过上稳定生活 到了下半年 属猪人感觉到压力很大 常常都遭受他人陷害 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 让属猪人处事方面更加冲动 难以认认真真考虑问题 对于属猪人而言 在此期间 无论是感情方面 还是事业方面都很难稳定 甚至遭遇各种挫折与打击 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心 最可怕的还是小人的出现 对事业的影响可真不少 长期遭受小人陷害 更会有很多口舌之争 人际关系越来越不理想 夫妻之间的沟通也不好 主要是属猪人变得很暴躁 总会因为各种小事情对着另一半发火 所以生活质量越来越差 建议属猪人外出需要注意安全 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 避免因为意外出现而导致受伤 属猪人2023年下半年事业运势 属猪人进入2023年的下半年职场表现不太好 工作中经常发火 只要遇到不懂的事情就会大发雷霆 根本不会在意身边的人感受 所以与同事和客户的相处都不太好 争吵越来越多 这样的属猪人会让同事感到相当陌生 甚至遭遇同事排挤 无法得到领导的认可 因此而丢掉工作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 加上职场中小人相当多 为了不让小人影响到自身事业发展 属猪人需要保持谨慎 不要掉入他人设计的陷阱当中 不然工作会变得更艰难 属猪人在如果想要在工作中有好的发展 建议属猪人远离家乡寻找机会 待在老家很难有好的发展 在外地才能遇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属猪人2023年下半年财富运势 对于属猪人来说 进入2023年的下半年经济压力不断增大 意外破财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意味着属猪人的生活质量很差 需要动用存款的 不然很难维持好生活 在职场中并不会有高收入 再怎么努力都很难获得奖励 加上日常支出很大 所以钱财越来越少 钱包扁扁的 在投资理财方面赚钱更不容易 不仅因为属猪人投资方面没有能力 而且属猪人很单纯 容易遭受他人欺骗 被他人设计的话会亏损不少钱财 经济损失相当严重 属猪人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参与高风险投资 有闲钱可以存到银行里面 虽然收益很低 但相对而言是很稳定的 在这期间 属猪人会因为看病 而花费不少钱财 很有可能会被动物咬伤的 所以会有一笔很大的钱财支出 下半年属猪人不要有任何一夜暴富的想法 脚踏实地赚钱才是最实际的 属猪人2023年下半年感情运势 属猪人在2023年的下半年 感情生活不会好 烦心事还是有很多的 建议属猪人要学会如何处理感情问题 避免出现过于冲动的情况 由于工资收入很低 但家庭中每天的开支都很大 孩子的教育费用 赡养老人的费用 这些费用让属猪人感觉到压力很大 所以也会因为金钱的事情 跟另一半发生争吵 在相处的过程中 无法做到相互迁就 认为自己永远都是对的 一旦在感情中有了自私的想法 对感情的影响会很大 两人也会因此而分开的 而单身的属猪人 也没有心思考虑感情方面的问题 即使有优秀异性主动示好 也不会接受对方 因为工作和经济压力太大的 属猪人不想再给自己增添烦恼 所以会选择不搭理对方 而有对象的属猪人 会因为两人感情不合而出轨 认为两人的感情很难走到最后 当有异性主动表白的时候 肯定会答应对方 一旦属猪人选择背叛感情 两人的感情也会因此而破裂 属猪人2023年下半年健康运势 属猪人来到了2023年下半年 需多注意健康方面的问题 否则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不健康 在这期间 属猪人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每天都愁眉苦脸 不是为了这烦恼 就是为了那儿心烦 总是抱着消极态度面对生活 对身心健康肯定有影响 加上容易出现意外流血的情况 建议不要参加任何危险活动 开车出行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一旦发生车祸 属猪人很有可能因此而 长时间接受治疗 身体越来越差 花费的钱财也很多 日常生活中需要养成 很好的作息习惯 早睡早起 饮食方面要讲究卫生 不要吃隔夜食物 更不能长期吃外卖 相对而言自己做饭更加健康 但食物再好吃 也不能出现暴饮暴食的情况 不然会给肠胃方面带来很大负担 影响到身体健康 有空多运动运动 饭后可以跟家人一起散散步 不仅能够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 更能锻炼身体 提升身体免疫力 不同年份出生属猪人 2023年下半年运食 2007年属猪人 2023年下半年运食 2007年出生的属猪人 进入2023年下半年 整体运食一般 但不能轻易放弃 面对任何困难都要鼓足勇气 否则只会越来越倒霉 属猪人清楚地意识到 有坚定意志力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在学习方面不断鼓励自己 不会因为一次成绩不好而放弃 在课堂上不会开小差 课后不用父母监督学习 只不过考试的时候有点紧张 影响到学习成绩 其实属猪人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最好要战胜这个难题 不然很难让自己学习上有很大突破 日常生活中要稳定清楚 避免过于暴躁而给他人不好印象 也会对自身健康方面带来很大影响 骑车的时候遵守交通规则 运动之前需要做好热身工作 1995年属猪人2023年下半年运势 1995年出生的属猪人进入2023年的下半年 各方面发展都不错 工作表现很优秀 工资收入特别高 虽然在职场中遇到各种难题 但属猪人能够在贵人的帮助之下 解决好这些问题的 职位也有所提升 财运也不会差 正财收入高的同时 也会有很理想的理财收益 甚至有时候会得到意外之财 但如果想要在今年 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还是挺难的 不能有过多不切实际的想法 尤其是感情方面 属猪人比很多人都要忠诚 在处理感情问题的时候 很乐观 不爱争吵 愿意相互迁就 单身的属猪人 遇见爱人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想要成功就要多主动 1983年 属猪人2023年下半年运势 1983年出生的属猪人 到了2023年下半年的时候 整体表现不会差 发展顺顺利利 生活稳稳定定 虽然属猪人的事业心不太强 但在这期间会很重视工作 总希望能在事业中取得好成绩 证明给家人和领导 看自己很有实力 财运方面也特别好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 都会有丰厚收入 物质生活越来越好 减少了很多烦恼 即使是处于单身状态的属猪人 也无需过于操心 在这期间会经过家人的介绍 遇见很适合的异性 而已婚的属猪人会感觉到很幸福 夫妻相处和谐稳定 1971年属猪人2023年下半年运势 对于1971年出生的属猪人而言 在2023年的下半年运势很好 不用付出多大努力 就能取得好成绩 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 由于今年与太岁相合 属猪人到了下半年的时候 职场表现不会差 工作压力越来越少 而且在工作中充满激情 再多的困难都能轻松解决 工资收入特别高 轻轻松松实现钱财自由 夫妻生活很稳定 夫妻两人不爱争吵 属猪人很愿意迁就对方 即使不是自己的错 也会主动认错 拥有健康的身体 坚持运动对健康方面更加有利 1959年属猪人2023年下半年运势 在1959年出生的属猪人 来到了2023年下半年 能够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不会再考虑工作方面的问题 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在这期间也能赚取不少钱财 主要还是属猪人 对投资方面相当感兴趣 投资方面收益不差 能让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虽然已经结婚多年 但是夫妻感情还是很好的 比不少年轻夫妻还要恩爱 给予对方无限包容 让爱人开开心心地过好 每一天 属猪人2023年下半年每月运势 属猪人2023年农历七月运势 公历时间 2023年8月16日至2023年9月14日 属猪人在这个月的人际关系 不是很好 平时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容易发生矛盾和争执 特别是在职场当中 与身边的同事处得非常紧张 属猪人平日里要待人和善 与同事之间也要互相帮助 若是彼此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的话 将会严重影响到事业的发展 另外 平时也要做谨言慎行 不在背后说人闲话 讨论他人是非 在这方面做好 就能避开很多问题 属猪人2023年农历八月运势 公历时间 2023年9月15日至2023年10月14日 属猪人在这个月的桃花运是非常好的 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 这是脱单的大好时机 只要平日里表现得主动一点 那么大多数人都能够顺利脱单 而已婚之人与另一半的感情也非常好 虽然偶尔会吵吵闹闹 但是在关键时刻 却能夫妻同心 一起对抗外界的阻力 属猪人2023年农历九月运势 公历时间 2023年10月15日至2023年11月12日 属猪人在这个月的感情生活比较糟糕 主要家里所事非常多 尤其孩子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 在管教的问题上降令人十分头痛 而孩子不听话 也会导致夫妻关系争吵不断 家里人的气氛十分紧张 属猪人在这个月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耐心地与孩子和伴侣沟通 凡事不要急躁 属猪人2023年农历十月运势 公历时间 2023年11月13日至2023年12月12日 属猪人在这个月的健康状态不是很稳定 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 特别是那些平时内向 把所有事情都埋在心底的人 可能会因为积压的负面情绪太多 导致健康出现问题 本月属猪人要学会释放负面情绪 也要懂得调整自己的心态 要知道好的心情才有益于健康 属猪人2023年农历十一月运势 公历时间 2023年12月13日至2024年1月10日 属猪人在这个月面临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平日里需要花钱的地方比较多 部分家庭老人患疾病 在看病就医方面会是很大的支出 短期内可能会陷入经济紧张的局面当中 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建议提早给家里的成员都购买一些健康 或者是意外险 这样即便出现疾病 也能缓解经济压力 属猪人2023年农历十二月运势 公历时间2024年1月11日至2024年2月9日 属猪人在本月的桃花运非常好 单身的朋友有机会邂逅一段甜蜜幸福的姻缘 不过对于恋爱中的小情侣来说 这个月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 平日里一定要把重心放在自己的感情上 与其他异性保持距离 不然可能会导致恋情出现问题 甚至还会面临分手的局面